一大早退房 现在回程了 我们的车是七点半开车到高铁站 要两个小时 现在差不多七点了 我们现在下车了 到了黄龙九寨的高铁站了 两个小时车重 我都晕车了 这个路还是要那种 弯来弯去的 走的这种山路 这两个小时 终于到了 现在坐高铁了 好冷 这里 黄龙这里我感觉比九寨高要冷 可能现在比较早 现在是零下四度 冷得不行 现在赶紧进站 上高铁了 我坐里面 我坐里面 上了高铁 现在又开始补轿了 刚才来的时候坐大巴 补了两个小时的轿 现在又补两小时的轿 今天又回大成都了 我们又回到成都来了 在成都再待个两天再回去 现在又回到酒店了 现在又回到酒店了 到酒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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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休息一下 今天一大早赶出 这一晚 住的跟我们之前的房间 是一样的 不过比前几天 我们住的 贵了二十块钱 一个晚上 前几天 我们住是一百七十多 一晚 这次是一百九十多 贵了二十块钱 一晚 房间是一样的 好了 好好休息 下午再去逛 我们现在到这个人民公园来逛一逛 去茶馆喝喝茶 感受一下人家成都的这种休闲的生活 你看今天是周六人还蛮多的 这里有一个川军抗日 这个纪念碑啊 川军打仗是很厉害的 我老公每次都说川军很厉害 因为他很爱看以前的那些历史啊 还有那些抗日的那些电视剧啊 所以他说川军是很厉害的 值得敬佩啊 这公园还挺多人的 到处都是人的 好休闲啊 我感觉成都不冷 现在室外的温度是15度 我们来这个茶馆 贺民茶社 你要说是很出名的 还没有 真的是 可以在外面喝茶 感受一下人家成都人的休闲 80的生活 人真多 找喂 把湖边走 有没有喂 你看人家在这打牌了 这个是紫牌 打紫牌 我小时候玩过 以前的老人很爱玩那种紫牌 你走到这个湖边 你看坐的满满的 我想在湖边找个喂 找不到 没有喂啊 全市人这么火爆 这就是成都的这个茶社 茶馆太厉害了 这么多人 真的是让我们见识了一下 坐在这喝个茶 看看外面的湖景 真的很惬意 很休闲 然后 加水 一分之后自己加水 好 终于找到了个喂 点了两杯茶 我点的是茉莉花的 因为四川的茉莉花比较出名 女儿点了一个啥我也记不 这个是十八这杯 我这杯是二十八 点了小吃来的 不然它只点下去 小吃这里的小吃 终于找到了一个喂 太多了 湖边根本找不到喂 这个小吃这样子是一盘 你看 一个套餐三十 这一个套餐三十 还不错很精致 这个是什么汤圆 熊猫汤圆 怪不得了 熊猫汤圆是 熊猫 这个呢 这是个饼 芝麻饼 这个像柿子 是什么叫的 麻将 麻将 八半 好有特色 哈哈哈哈 这个是月饼一样的 有点像 这个是酥 天鹅酥啊 这个天鹅酥 有点像我们那边的榴莲酥 还不错挺精致的 三十块钱 两杯茶 点一个点心 感受一下啊 感受一下啊 感受一下人家成都的文化 喝茶文化 太热闹了 成都人一看就是很热情好客的 看这么多人 会是比较净 不会 这茶跟我们广东的茶不一样啊 好浓啊 好浓 我这个是茉莉花茶 还不错的茉莉花茶很香 茉莉花味很 28块钱也值得了 挺长一点 一样长了一点 都挺好吃的 像我们广东的那个喝茶一样 很多小点啊 很精致啊 没女儿在这里 买熊猫 她要买那个小熊猫公仔啊 明天要去那个什么 熊猫基地去看熊猫 要买那个头菇 你看我这挤不进去 我也不进去了 累死我了 我在这里找了个凳子坐 坐在边上等她 她自己慢慢去逛吧 太多人了 身体也太好了吧 买到了 买到了好挤啊 根本挤不进去 买得怎么 看看 挺好看的 花花 还发财 都是麻将 好可爱 这个多少钱 十块 十块钱 那不贵 是啊 画到包上的是吧 嗯 花花 就是我们明天要去看那个 对 哎好漂亮 发财 还买了什么 发菇 发菇 明天带的 这个多少钱发菇 两块 啊 这个才两块钱 超便宜 不错 走吧 你看 你看这一路太壮观了 全是卖新包的 女儿说就那家生意最好 那家是网红店是吧 大家都赶着网红店 你看它这个地面很復古 这个尺寸 是这个颜色 然后发光啊 然后它这个建筑啊 你看 应该是明朝时期四合院的那种建筑风格啊 很有特色 这个宽窄巷子啊 给人们感觉就是很有历史感啊 非常有特色 很像北京的那个南罗古像啊 不错不错 成都还是很有历史文化的一个城市啊 成都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一个城市 烟火气十足啊 包括我们刚才体验的那个喝茶文化 茶馆文化 也是热热闹闹的在那里喝茶啊 大家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人在那里喝茶 感觉很热闹啊 大家都很热情的那种啊 很有激情 烟火气十足啊 你看这是中式的西巴克特色 中秋是中式的 成都的咖啡馆啊 真的好有特色啊 成都很多外国人的咧 外国人很喜欢我们中国的这种文化元素啊 有西小吃这里面是表演 可以看遍脸 六个节目都有 二十八以外 二十八以外 看川剧表演 看川剧表演 好有历史感 这条街 看川剧表演了 六个节目都有 黄金小土豆 黄金小土豆 羊绿一百 这个是小吃凉粉 十五块钱 凉糕 十六块 我跟女儿走累了 这种 这个凉糕还挺好吃的 桂花味的 甜的 女儿说这外面 今天上个五块钱一个啊 这里十六 贵了好多 凉粉也是 我觉得十五块钱也是很贵的 不过这里是景区嘛 没办法啊 商业街 我们来找吃的咯 这家是回味冒烤鸭 欢窄巷子吃的店 看我们这么大一锅 冒菜 还有两个米饭应该 打个米饭 打个米饭 这么大一盆 冒菜啊 里面有鸭 杂七杂八的菜 我们只点了一个套餐 套餐是 54 然后加了一个毛肚 20 74总共 再加两个米饭 78 这么大一盆 开吃开吃 哇它这个烤鸭 烤鸭放在这里面 我们点的是微辣的 慢慢吃 两个人一大锅 我们今天还没有 好好吃一顿正餐 虾米饭吃 好吃吧 那鸭子烂不烂 烂 烂啊 这底下还有土豆 素菜 还有什么 豆芽 白菜 白菜 牛 好多素菜 12种 12种素菜 微辣的我们感觉也挺辣的 两个人感觉吃不完 还有鸭血 好慢慢吃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